哈喽,大家好,好久沒發視頻了 今天來畫一個就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模子 那就其實類似於那個鑽石切面的畫法嘛 但是今天不會用那麼麻煩的畫法 會用一個比較粗暴的 那就不說那麼多,我們先開始 那這個東西這一次是有一個尺寸的 那就,我大概畫一下那個外型吧 OK 好,那就大概是這樣子對吧 那我們先畫好,勾一下那個外觀 然後我們再來說 對,呃,再來說 怎麼講,就是說再來補那個APP 太久沒用完了 真的 然後再來說,把那個尺寸給畫一下這樣子 好,一、二、三、四、五 好,五個 五個,這樣子 那總高它是一個十二 就是周長是一個十二 那我們來給它改一下 好吧,介面改了 真的有點不太適應 好,那個是一百二十 然後,一百二十的一個邊 呃,再下來我們就把這樣子這個地方 對,就是智慧給機開啟一下 然後開到中間 中間,那這時候我們這樣子 F10 F10 R不,這 F10,然後再這樣子 再下來 好,這時候我調整一下形狀先 好,OK,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形狀就 差不多這樣吧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把它一個 镜像一下就把它连成一个实体 然后这个形其实想的时候比较麻烦 那画的时候肯定是画的时候其实不会 那现在就我们知道我们的一个直径是12 大概是这样子一个尺寸 然后这时候我们需要根据这些线 然后先就是拉成一个平面的线这样子 比如说啊好这里这里是个三角 那我们需要记一下这个样子的一个形状 内侧这里是三角 能懂我意思吧 也是一样只要画一半就可以了 好大概是这样子 那你们可以根据那个情况 然后再拉细一点这样子一个情况 因为这里有一块小片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画啊 刚吃饱 然后这些有些线条我细调一下 好OK大概是这样子 调的整个都是比较那个平均 看起来比较平均一点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好那这时候还是一样 我们只是要把这一半做完 然后呢就把它镜像过去 那就可以了 然后大概是这样子 只能前面这片我露眼看应该是差不多这样子 好那一个我们继续 然后把这个面那这时候就关键了 那这平面我们有了吗 那我们就开始要知道 比如说这里 一二三四五 那这五个点对吧 那我们应该是有五个点的 那我们就这样子 一样是要把这些的点给全选上 那外框就不用了 然后选一下F10 刚刚是五个点对吧 二三四五对吧 然后这时候我们去到前示图 对拉高 当然我们拉高是有一个尺寸的 那我给它一个50 那这样子 好那这时候你们是不是看到 有一点点这个粗形了是不是 好那有一点点这个粗形 到这里是往那边折的 就这里是最高最高点 其实是这个位置 而不是中间 那我们中间的地方的话 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那我们需要怎么样 稍微拉低一点 那这个拉低多少的尺寸 你们来定 然后这时候 你也要关掉 就是说有些不需要的点 你们就不要把它打开了 记得看清楚 你每一次选那个点 有没有选上 但这样子就是一种类似于 就更粗暴的一种 就是说更粗暴的一种 壮志前面的画法 当然平常画肯定不会这么画 但是说如果是说时间紧急的 我建议这么画会比较好 就是主要 因为我整个视频主要就是给初学者嘛 对吧 主要是做入门的为主 好 那这时候你们每一次选 你们对一下 哎 这里上面我选上了 哎呀 这最近用Sonyverse 比较多 就好久没玩了 好 那这时候你们要选上 比如说 你看 上面在我选上了 对吧 那就需要这个给 哎 好像快捷键我真有点忘了 好 好 OK 然后就是按Shift 然后去操作一下 然后继续这样子往上拉 可能这个操作有点麻烦 就是说 要非常好 眼力要非常好对吧 好 那这时候又没有 那这个地方 对 把有些点 就这个完全靠眼力的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说 呃 怎样做得更好 然后这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 把有些 你看 有些地方是没有线的嘛 对吧 把它那个给 接一下 那这时候 是不是很快 就是比起用那个 Sonyverse Sonyverse的话 你肯定是要用那个 切面的方法来画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 就是 呃 一样 就是每一次记得选上内 内测 呃 反正Wino的话 它没有那么多数字的限制 那你可以就比如说 我这么换过来 我再换回去 那明显这个 我现在的边 它是有点那个 怎么讲呢 有点 啊 还是 Midl 关掉 那比如说这里这个地方 对吧 我们再调整一下 那有些地方的话 啊 根据情况我们去好好调整 啊 这个地方也是 那有些的 有 啊 对对对 这个地方 OK 好 那这时候发有一条很奇怪的斜线 那我们就需要知道是在哪 好 那这个地方行 我们也是能接受的 对吧 那其实这样子的话好像有 对吧 比如说这里 我们要把 这些东西拼成一个个面 我相信大家懂我在讲什么 来 看这里 一个个面 能看到吧 好 那这时候好像这个地方 啊 好 有点那个对吧 没有关系 我们把它选上 所有选上来 站上这个 那这样子就算是 从这个线稿上面看 我们好像已经是 有一个这样子的钻石切面了 对吧 那这时候 这样子 好 我回去看一下 好 这也算是差不多 那这个中线我们就不需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镜像了 那这样子镜像的时候 比如说对 选上需要的线 然后再选了一个 对 哎 你看到 算是比较ok了 对吧 因为时间有线 然后你看到 哎 差不多这样子 好吧 好 然后这时候也算是一个新型 对吧 底部也ok 然后这时候做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重复按这个东西 那这个地方我会快进 那你看 这个地方一个圈圈 先选一下 一二 哎 还好 还有一个步骤 忘记了 全选上 售线炸开 再下来才是 弄这个 然后这样子 一根根线 选对 然后这时候开一下 这个模式 保证你看到线 然后就不断重复的 然后就 Wino 这时候最方便的地方 提现了 来 四根线选上 对吧 我们继续 我刚点了那个功能 诶 no face 应该不会吧 好吧 他说我有个地方没有close 我看一下是不是 我看一下是哪个地方 照理应该是有close的 奇怪 但刚刚这个应该是有close 那没有关系 我们有一个方法很简单解释 就是 这个地方我们拉一下交线 我们试一下 如果试的话 另外一遍 你就 看一下 对 有时候这种小问题很多 还是 还是没有close 对吧 那就 再一条线 就N到M 不行就一条条换 然后就OK为止 就这个反正就是 不要花点时间 这个东西就是 还是不行了 最后一根线的呗 2 3 4 1 2 3 1 1 3 4 这时候我们继续来 诶 这 真的是 主要是这里 1路 他主要也不能检查 这个线 没关系 我们就 有别的办法 不用担心 那 反正就是说 能做的先做呗 OK 我知道刚刚那个是什么问题了 是那个 呃 我估计是因为它那个面 它不是一个平面 就这个它只能修补于那个平面 就是说 如果不是一个曲面的话 是没办法 如果它是一个曲面 是没办法修补的 那这时候 用双轨路径能搞定 那就确定是这个问题了 就说四条线有时候拉起来 是可以 就是说一个比较畸型的面 那它可能平面 就没办法默认 那这时候用双轨路径 或者都也是可以解决的 对 大概就这样子 哎呀 呀 好 那这时候 你们看到已经OK了 对吧 这样子的一个面 是吧 好 然后这时候 这样 连接上 那是不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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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前后也搞定了 对 那是不是前后也搞定了 这里忘了 有时候这些地方注意一下 点漏了 OK 这两个面我们选择一下 好 好 选择了以后 选一下收的那个面 好 这时候算是OK了 对吧 哎 又 我又漏了 好吧 好 然后擦这两个面 好 那算是完整的一个面 对吧 呃 然后这时候 我们继续用回去 刚刚那个功能 因为这个面 这个补面它补的肯定是好看的 好 那这时候我们发现有个问题 这里是一条平面 那我们这里一补的时候 它这个平面 没办法补回去了 那它肯定就是说默认 就是说 穿底嘛 对吧 那在产品里面 因为就是说这两条件在水平面的话 你不可能两个面 呃 重复嘛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改 我们就需要这样子 把它炸开回去 这两个地方 二三 四 记得保持检查 好 那这时候我们打开 这四条先要选上 我们需要改一下那个炒高 然后这时候选上 对吧 下面这个点已经有了 那选上以后 我们把它 哎 不好意思啊 再往上拉高 对 往上拉高一点就可以了 对这样子就OK了 那保证回去 我们那个平面是好的 对吧 好 我们再来回去那个刚刚那个 你也可以用这个工具 就我再来给你们给你们那一遍 这个 这个接面的也是可以的 但通常用双轨如镜啊 但 除非是说它 双轨就是说 那个逻辑没办法应用的时候 那你可以换一下这个 那这时候你看到出问题了 那就 对 用回去这个 就是说它那个面 反正就是 你要曲面 接曲面 可以用那个功能 平常就少用了吧 还是用最规整的方法来建 那比较好一点 好 这时候把手面给选一下 好 这时候把手面给选一下 呃 还有一个这个 可以点上这里 这个地方 slap curves 全选上 隐藏 直接整个结 可以这样子做 那这样子就没有限高了 比如说我现在隐藏 你看到 没有限高 然后继续 这时候选怎么样选 对全选 好 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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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连接 然后这时候是个实体 对吧 好 那这时候抽壳 shall is not solid 对吧 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 我看一下 通常是 我给它一个5吧 会不好一点 fail to 啊 这是我经常看到的问题 这样问题 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很老实的讲 没有 那通常是怎么解决了 我就 我通常是用 就是solibus去解决 通常转换 刚好给你们演示一遍 转换就是stp 那这个photo就不用了呗 厚度应该三次够了 我觉得 啊 还有点时间打开 那算是这样子呗 算是 stp 文件也有了 那这个图就不要了 那这个图就不要了 大概就这样子 呃 还没好吗 啊 需要点时间 solibus打开本来就比较慢 好 那ok了以后 不用管它 啊 反正没套软件 就用它的一个弊饼 啊 好 导入了以后 对吧 打开 ok 好 那就 对 有时间的同学 我建议是wano和solibus 你们都学一下 那是最好的 然后再这样子shell 3 我觉得3吧 抱歉一点 好 那你看solibus 就没有这些问题存在了 能看到吧 呃 导一个 3应该可以吧 我觉得导一个 3吧 这样 那这时候我 对 导个脚 对吧 所以我通常画法比较喜欢是这样子 就是说 怎么样方便就怎么样画 就是说不会 不要拘泥于说我当一套软件 那现在这样子 啊 0.5 不好意思啊 对0.5mm 那这时候就慢慢点啊 好大概就这样子了 剩下倒角就你们自己去倒吧 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子画 记得外围也要倒角哦 好的 那一个视频就到这里 那一个 谢谢大家 可以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